基隆东岸商场租约即将期满 市政府进行促餐案件招商 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宣布 东岸商场将由知名的百货企业 维丰集团来经营 维丰将投资超过2亿5千万 重新改造停车场与商业空间 新商场也将命名为维丰东岸 最后经过了我们的一个激烈的 一个评选跟竞争 最后是由维丰集团来得标 来经营未来的东岸广场的停车场 以及商场的部分 那我还是要感谢所有有来投标的 这个企业们对于基隆的认可跟支持 我想在未来除了东岸以外 我们一定会找出更多 值得大家投资获利的基隆的地区 让更多的业者来参与 不过我想我们也算是怀着很高兴的心情 来宣布维丰集团维丰广场 成为未来这个东岸的经营业者 那我们的创办人廖伟志先生是基隆人 还有我们董事长廖正安先生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所以这次也感谢这一次的评审委员的青睐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回馈乡里 称属我们刚刚杨总提到 因为集团创办人集团董事长 是来自于基隆的成功的企业家 那一直都有希望返乡来服务的一个想法 所以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隆 算是蛋黄中的蛋黄的标案 原来的厂商的营运期已经到齐了 我想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们就刚好有机会 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标案 那未来这个商场 我们把它命名为维丰东案 那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意义 是在于维丰集团 至于维丰东案来讲的话 是维丰集团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 维丰集团目前十个案子 全部都在台北市 维丰东案将是维丰集团 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 那我们针对这个案子 我们预计投资2亿5000万的 起初投资额 那这只是一个预估的数字 实际上整改以后 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个需要 这个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那不过我们承诺给基隆市政府 最少我们就会投资 起初就会投资2亿5000万 来进行整个场域的改善 包括地下室的停车场 的通风设备的改善 我想这个是基隆市民朋友最关心的 我们整个地下室停车场的通风的改善 还有整个全场的照明的改善 以及我们整个地下室的这个铺面地板 会全部重新的一个刨铺 那其次才是针对商场的部分 商场是一个动态的改装过程 我们希望维持整个全场是一个不中断 营运的一个整改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会一边营运一边整改 我们会先进行基隆市民朋友的一个消费意愿调查 我们去累积出来基隆市民朋友 比较希望比较倾向的一个消费的业种业态 然后我们逐步的去进行因应跟调整 跑道应该原则上跑道会延续现在的跑道 可是我们怎么样让它的整个舒适度更好 功能性更强 以及民众上去的意愿会更高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预计可能原则上应该是在2月1号 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我们把整个场域点交回来 那马上就面临农历春节的过年的期间了 所以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维持整个商场是营运不中断 包括停车场营运不中断 所以我们在过年的假期结束以前 我们不会有进行任何大动作的一些工程整改 或是影响到整个商场 而对于市府团队成功引进知名的 微风集团来到基隆 即将就任立委的林佩祥 也特别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 积极为基隆招商引资 那微风进入东岸 这件这个案子 我在这边要给我们谢国防市长掌声 跟高度的肯定 因为进来之后 在我们基隆市市区 针对观光来讲 针对我们不管是内需也好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基隆市市民 在基隆市要去做休憩的时候 还是外国人 想是外地来的观光客 在基隆有一个更新的地方 可以做出一定的油气 在这边可以多休息一点 多留一点 人潮会越来越多 而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 当停留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基隆的特点 我们基隆的美就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 在市政府和基隆市公测会 积极的招商引资下 在新年度的第一季 就带来这项好消息 市府表示将和微风集团 携手合作 让市民和各地游客 享受到高品质的消费跟娱乐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